大家好,我是阿莱夫读书会的西洋军 这次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题目是绘画观赏 这其实是源于一套艺术史的书 就是剑桥艺术史 这套书我之前读过一部分 最近又收到了新版 就顺便把它读完了 绘画观赏其实是它的最后一本书 因为这套书一共有八本 前面七本基本上就是讲的西方艺术史 按这个时间顺序来讲 最后一本就这本绘画观赏 它讲的其实是艺术观赏的方法论 这个作者是Susan Woodford 她在这本书里面就讲了 看画的不同方法和角度 而且分析了很多不同时代 不同题材的画作 而像其他艺术史书籍一样 它里面也有很多反复对比的方式 来提升像我们这样的读者 去欣赏绘画的能力 如果你想看剑桥艺术史的话 我推荐是先看绘画观赏这本 然后再去看前面的七本 这样可以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在绘画观赏这本书 它一开始就提到了观赏绘画的四个视角 第一个是绘画的目的 那绘画一般它都是通过传达视觉信息 来实现它的目的 这个目的基本上和时代关系是非常大的 一般来说年代越早的绘画 它的实用性就越强 比如说有很多画是画在一些器物上 具有装饰的作用 那越接近现代绘画 它就越体现出画家的个人特质 我们知道很多现代的画家 他会通过他的绘画 他的艺术作品 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 那第二点 绘画背后的社会文化 我们知道不同时代的绘画主题和风格 都是有差异的 其实这些差异就反映了 它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 那这个视角还可以细分为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从绘画的内容 去探究作画的这个时代 它有什么样的时代精神 这就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 就是这种图像学的研究 我们通过这个绘画的内容 去看当时人们的思想 人们的文化是怎么样的 第二个方向就是 我们去研究画作背后的功能意义 和画家的行为活动 这个一般就是艺术社会史 也就是说我们去看看 这个画在当时有什么功能 比如说中世纪的绘画 它很可能就有宗教的功能 那第三点就是绘画的在线方式 用大白话来说 就是绘画是否画得逼真 是否写实 像很多刚接触艺术的人 很容易注意到这一点 比如说大家就会 经常去说这个画 它画得像不像 但其实绘画的意涵 是更加丰富的 比如说我们在分析 艺术的故事的时候 贡布里希就提到了 所见和所知的关系 他就认为艺术家 他是无法完全 仅仅依据他所看到的东西来创作 那每个不同的画家 他的创作总是受到 他头脑中已有的概念的影响 那如果这个画家进行一些创新 他实际上也是他头脑中的 观念思想的创新 那对于我们这种观看者来说 我们过去看到的话 也会影响我们对真实的感受 这个可以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印象派绘画 刚出来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艺术评论家 或者很多的观众来吐槽 说这话的啥玩意 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受到 之前看的那些画作的影响 当他们看多了 印象派的画作之后 就会觉得这个印象派的绘画 才是画的真正逼真的画 那实际上像印象派的这些画家 他们在户外做画 用很快的那种速度去捕捉光线 他实际上正是要呈现 他眼里所看到的这种景象 所以印象派 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写实的绘画 那当然到了我们现代艺术 或者当代艺术 那就更加离经叛道了 很多东西他画的就不是现实中存在的自然的物体 但是艺术家呢 他会认为他其实也是在追求真实 只不过这是他内心的想法和情感的真实 而并不是我们日常所见的那些逼真的自然的物体 所以说绘画的在线方式 他其实也经历了各种变化 是跟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思潮是有关系的 那最后一点是绘画的形式分析 也就是说我们艺术史家通过一些方法 去界定绘画的风格 比如说绘画的构图 它的笔触 它的色彩 它的整体的氛围等等 这个我们在之前艺术的故事分享里也经常提到 之前那个很有名的艺术史家沃沃夫林 他就非常善用这个方法 他就通过形式分析去讲清楚 文艺复兴到巴洛克之间 这个艺术的变化 但同时用形式分析的方法 也可以作为我们去评价绘画水平高低的标准 那如果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初学者 我们去看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出一幅画和一幅画之间 它具体的差异是什么 以及我们如果说一幅画画得特别好 它是杰作 它到底好在哪 我们需要讲清楚这个 所以作者其实他在一开始 又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说我们如果从入门到进阶 实际上是从看画到谈画的一个进化吧 也就是说我们将不单单看画还要谈画 这一点特别重要 因为说起来很奇怪 看画本身经常是不够的 我们要找到能够分析绘画和描述绘画的语言 这才能帮助我们从被动的观者变成主动的观者 变成有所领悟的观者 也就是说我们不光光只是去沉浸在这个画带给我们的感觉中 我们还要去分辨它到底继承了前面的哪些画法 有哪些革新 它跟其他画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得把这些都清清楚楚讲明白 才算是一个真正有领悟的观者 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本书最开始提到的四幅画 也通过这四幅画去捋一捋我们刚才说的四个视角 那第一幅画这是一个史前的岩洞画 在西班牙的阿塔米拉洞穴 这画的是一只野牛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画的什么东西 像这样的绘画其实在欧洲有很多 基本上都在距今一万年以上 有这种史前的洞穴中 他们的这个岩壁上画出来的 而且这些绘画基本上都是以动物为主 那首先我们就想 那这些原始人画这些画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这些绘画都在洞穴深处 其实是没有光的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让人去进行观赏 但因为史前没有文字记载 我们也无法去真正了解他们在想什么 所以很多学者 他就是通过人类学的方式去进行推测 现在主流的一个观点就认为 这样的绘画它其实是一种交感巫术 也就是说史前人类 它对图像的感知等同于 对它所表现的动物的感知 比如说我把这个野牛画在墙上 然后去对它进行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用一根剑去射它 那就可以在现实中 同样造成对野牛的伤害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画这样一幅画 然后帮助猎人去进行捕猎 那这样一种思维 它就是人类学中这种原始思维 其实今天我们也有这样的思维的参与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要扎个小人去诅咒别人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绘画 它其实是有非常强的功能性的 它就是帮助人们去狩猎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观点 也有人认为可能有别的作用 那我们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 就这样的演化 它也反映出原始社会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当时的人类 肯定还是处于狩猎采集的阶段 他们还不太会造房子 所以他们就牺牲在这些岩洞中 另外他们也是在不断地迁徙的 所以要依靠人对野生动物的捕猎来填饱肚子 那我们再看第三点 就是在线的角度 就这画是不是写实 其实我们现在看这种演化 它写实程度还是非常高的 就画得很栩栩如生啊 就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学者认为图像越写实 说明这个艺术发展的程度越高 年代越晚 但实际上这些演化就证明了 这个论断是不正确的 也就是说其实在很早的阶段 人们就可以画出非常逼真的图像 当然这些图像也不完全是那么逼真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一幅 这是法国拉斯科洞穴的一个演化 他画了一个相当于兽群的一个图像吧 但我们如果看他这个牛 比如说右边这头牛 他画的是一个侧面的形象 但他牛角却是一个正面的形象 他把这两个牛角都画出来了 像这个这些也有一些类似的 这种其实就并不是完全写实的方式 但至少我们也能知道 就是人类很早的时候 他就具有了这种写实的技巧 那至于要不要画的逼真 他可能是人去做的一种选择 就像我们之后说埃及的绘画 他其实强调的并不是画的逼真 而是要画的全面 那再一个我们再看最后一点形式分析 也就是说这些演化的风格 它的构图等等 其实这种史前演化 基本上我们看都是这种 用很粗的线条来进行一个勾勒 然后颜料都是用这种矿物颜料 进行一个简单的填充 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牛 它都没有进行填充了 当然它有时候也会用这种颜料的深浅 去营造一些阴影的效果 让图像显得更逼真 但是整体来看 这个图像基本上还是处于一个 非常平面的状态 没有展现出空间的感觉 就哪怕像这种兽群 你看上去好像它也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就是一一展开的这种绘画 所以它的构图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幅 这是一幅马赛克镶嵌画 是拜占庭时期的 在拉文娜 就像拉文娜的一些绘画 我们之前讲艺术的故事里面也提到过很多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幅画 这幅画是一幅宗教绘画 它讲的是拉萨路的复活这样一个故事 也就是说圣经记载中 就耶稣让门徒拉萨路复活 这个画面中的人物是非常清晰的 这一个就是耶稣 他穿着这种紫色的王袍 然后头上有光环 这是他的一个标志 拉萨路从棺材中就站了起来 身上还包着果实布 耶稣这里就是用手指了一下 就让他起来 那边上还有一个人 他就相当于是一个见证者 见证了耶稣的一个奇迹 他其实代表着围观的众人 人物以外基本上都是这种金色的背景 然后这个建筑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方式 那我们整体来看 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讲述宗教故事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 很多绘画都是这种宗教绘画 它并不是说我要去逼真的在线自然 这里可以牵扯到我们从在线的角度看 你看这些人物 这些建筑 你能看出他画的是什么 但是这个人物的姿态 他身上的这些细节都不是很清晰 这个建筑也是一个简简单单拼凑而成 他也没有画出他的那种立体感 所以他的目的并不是说我要去逼真写实的 营造这个画面 而是说我要把这个故事讲清楚 因为当时有很多信徒 他是不认识字的嘛 所以就通过绘画的形式 让他们去了解圣经的故事 这就是教会教育信众的一个手段 就像当时那个很有名的教皇 格里高利一世 他说的 就是说绘画对于不识字的人来说 就像书籍对于能读会写的人那样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画来 规测到那个时代 就是说教会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他可以让这些画家艺术家去画这样一些画 并且通过这样一些画 这种艺术的传播 让教义广布天下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形式上的分析 其实像中世纪这种绘画 他在构图上是很注重人物的排列和大小的 那比如说像耶稣 他就占据了主体的位置 就是最多出的 像比如说拉萨路 他就是一个比较小的人 当然这里有距离的差异 另外就是非常注重线条了 人物的轮廓很清晰 但它的色彩相对简单 没有去画出那种光的感觉 或者是细节的阴影 那整体来看 我们还是一个在平面上的布局 这个空间纵深感是比较弱的 这是中世纪的绘画 下面再看下一幅 这是16世纪的一幅绘画 是文艺复兴之后 也就是脚式主义流行时期的一幅画 是布隆奇诺画的 这是当时意大利的一个画家 那这幅画他就跟 我们刚才看到那幅画 差异就特别大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些人物 他这个标题叫寓意 或者叫维纳斯揪比特放荡于时间 他画面中有很多人物 这些人物都是来自于希腊罗马神话 那中间这一个女人 就是维纳斯 或者是爱神 就是阿弗洛蒂特 然后他边上就是他的儿子 丘比特 但他们之间的这个姿势动作 其实是轻轻抱抱 是有一点情色乱伦的这种意味 右边有一个拿着玫瑰花的男孩 他象征着快乐 那他背后有一个 就是他背后这个阴影处 有一个半人半蛇的女孩 你可以看到他下面身子 是一个蛇的形态 那他大概是象征着欺骗 也就是说他表面好看 是一个女孩的形态 但是他实际上是丑恶的 这个蛇的身子 那左边有一个 撕扯自己头发的人 他象征着嫉妒或者痛苦 而画面上面还有两个人 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背后有一个蓝色的帘幕 右边这个男的 再把这个帘幕拉开 这个男的就是时间之父 然后左边有一个女性 她是真实之母 那这样一个寓意就是说 相当于在时间的揭示下 爱情的真实一面暴露出来 因为他这个主题是维纳斯 就还是一个以爱为主题的绘画 但他把爱很多的元素 掺杂在一起 比如说有快乐呀 有痛苦 有欺骗 有嫉妒 有这个享受等等 所以通过这样一幅画 它其实是讲述了一个寓意 或者讲述了一个道理 就是说爱情 它是痛苦 相生相伴的 而且它有非常复杂的情绪 像这样的话 它其实就是图像学 非常喜欢研究的对象 大家就会去解读它每一个人物 到底代表着谁 它背后有着怎样的意思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 这样画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因为当时就这幅画 是科西默一世 他送给法国国王 弗朗索瓦一世的礼物 布伦奇诺 他其实当时就是在 科西默一世的宫廷里 做这种宫廷画师 科西默一世就是统治佛罗伦萨的人 就是美的奇家族 那他把这幅画送给弗朗索瓦一世 其实是就是透露出 他们当时宫廷里面的一种社交 就是说经过了人文主义的这种博心啊 就当时的王公贵族都非常喜欢 这样意涵丰富的绘画 就里面有很多寓意需要去解读 他们通过欣赏这样的绘画 或者互相赠送这样的绘画 来彰显自己的学识 那这就和刚才那幅中世界宗教绘画很不一样 因为宗教绘画它就是要画的浅显 让大家一看就知道是什么 那这种寓意绘画 就是说要让大家去 明字枯想去解读 那它其实是为有文化的上层人士创作的 而不是说像宗教绘画一样 是面向大众的 好 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写实方面啊 它肯定是比之前的绘画 就更加写实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体的肌肉啊 然后包括这些光影 其实都比之前的绘画有很长足的进步 这幅绘画本身是力求逼真的 当然因为我们开始也说了 这时候是角式主义 也就是说人物的姿态 它的比例其实是稍稍有些是真的 比如说这时候会经常把人物的身体拉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里面像丘比特啊 维纳斯他们的身体都非常修长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形式分析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幅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就是它的构图是非常有讲究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人物的动作 在左下角 丘比特和维纳斯 它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L的形状 就这样竖下来 对这样一个L的形状 然后很有意思的呢 就是右边这个代表快乐的男孩和上面的时间之父 它也形成了一个反的L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就这两个L正好形成了一个矩形的框架 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像一个画框一样 把整个画面牢牢的固定住 所以虽然这幅画我们看人物非常多 然后每个人物有各自的姿态 但是整体我们看上去它的画面并不乱 就是因为它通过这种构图 让整个画面趋于稳定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L 就是这个画面的重心 我们最先看到就这几组人物 而其他人物它就是安排在背景中 而另外我们还可以简单看一下 这幅画的色彩 对我们可以看到像前面的这些人物 它都是以一种非常白的皮肤 来作为一个主色调的 然后在背景呢 它又是以一种蓝色作为一个背景的颜色 这种配色呢 使得整个画面它是有点偏向于冷色调的 然后同时这种人物画的 也是非常具有这种雕塑的感觉 就你整个看上去就感觉是一个很冰冷的气质 这样就中和了它原来的这种肉欲的色彩 就虽然它前面画的有一点点这种情色意味 但实际上又没有那么强烈 就是通过这种颜色搭配去中和了那样一种情欲 所以说布隆奇多它在这个形式上 它其实是采用的非常稳定 非常有秩序感的一种形式 好 然后我们来看最后一幅画 这幅画是一幅现代绘画 二十世纪绘画 我们一眼看上去 你其实看不出它到底是画了啥 因为这个画面上没有任何写实的成分 只有大量这种挥洒 颇建出来的油漆 尤其在画布上一眼看上去非常的乱 像是杂乱无章的一些点线块随即组合起来 而这幅画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现代画家 叫杰克逊·波洛克 他画的 要解读这幅画的话 我们其实要了解一个时代背景 就是画家它的一个变化 就像前面那三幅画 我们可以概括一下 就是说前三幅画的画家 都是在为其他人做画 但这其他人有可能是一个部落群体 或者是某个特定的委托人 他们去画那样的画 他其实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创作的 有的画家他甚至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想法 比如说可能最开始内容原始绘画 他就按那个套路去画 那与此相对 波洛克的这幅画 它的目的就是纯粹的个人表达 他就不需要按照委托人 或者按照其他人的要求去做画 他就可以自由地去表达他想要的这种画面 那他这样的绘画 在当时是叫做行动绘画 Action Painting 那画面上这种油漆掉落的形态 其实就是画家创作过程的记录 那不单是这种身体移动的记录 更是心理活动的记录 我们可以看一下波洛克作画的一些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他作画的时候 实际上他的整个人物的状态 是非常情绪饱满的 然后不停地挥洒他的这个颜料或者油漆 而且波洛克他我们可以看到 他喜欢把这种画布铺在地板上做画 就可能跟之前的画家不一样 比如说之前画家要么在墙上画 要么在画板上画 他就直接放在地上 然后他人的身体也可以走入这个画中 而且他也不再使用一些传统的工具了 他不使用传统的画笔 他会用一些棍子铲子刀子来进行创作 他的材料也是新的 比如说他有时候会在油漆里面 加一些沙子碎玻璃 这样就可以表现出一种浓稠厚重的质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的艺术 或者现代的绘画 他的创作者 他的画家 他的个性其实表达得非常全面的 就是这种个性表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 那这种自由的创造性呢 也被人们所珍视 而且这个时代大家可能都非常关心 这个画家在想什么 他个人是什么样的性格 这与现代社会的思想解放也息息相关 所以对于现代绘画来说 对自然外物的写实 他就让位给了内心情绪的表达 那我们传统的形式分析 比如像我们刚才说这个构图色彩 其实我认为到了现代绘画中已经不再管用了 我们反倒是要去理解这个画家 或者理解这个时代背后的一些思想 一些思潮 以及社会文化 这样可以让我们用全新的视角来进行观赏 我们基本上就通过四幅绘画来讲 如何从四个视角去观赏绘画 最后再来讲讲剑桥艺术史这套书 这本书原来的旧版是分了八本 是一个瓶装本 现在相当于进行了升级 变成了上下两侧 是这种硬壳金装的形式 那书的内容没有变化 是概述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 到现代的西方艺术演变 它的每一本都是由研究特定时期的 艺术史学者来写的 因此这个想略和侧重点 可能会有一点不同 但是整套书的水准还是不错的 像我的话就比较喜欢 古希腊罗马的那一部分 还有17世纪 18世纪 以及20世纪 这几个部分 我觉得都写得比较好的 当然还有最后的绘画观赏 水准很高 整体看下来呢 我觉得这套书还是非常不错的 很适合对西方艺术感兴趣的 入门读者 它的每一本的后面 都有艺术家小传和小词典 也就是说非常适合初学者 这次出了新版呢 也做了很多升级 能看到这开本是比以前更大 而且用的是高品质的铜板纸 字号也大一些 版式也进行了调整 就很适合阅读 尤其是它的图 相比之前的更加大 而且全都是彩图 就这种高清的彩图 看起来非常爽 那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买一本来看一看 或者收藏 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非常感谢大家 那这次的分享就到这儿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